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民 这期话题让我们说一说俄罗斯空天军的预警机的发展 俄罗斯军事评论网站2023年的7月12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俄罗斯空天军的预警机的发展和见识情况做了一个竖评 我们都知道 现代空中战争离不开预警机的指挥控制和情报预警 它是将指挥所从地面搬到了空中 是空中战斗力的备增器 俄罗斯空天军下下一定量的高效的预警机 现有的A50预警机是符合俄空天军目前的作战要求的 但是着眼于未来空战的要求 以及俄空天军新一代战斗机装备的研制的进展 俄罗斯需要研制全新的预警机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前苏联就开始研制使用预警机 持续至今 俄军现役有十余架预警机A50 少部分保留了基础布局 其余的都已经进行了升级和改造 性能都有所提升 A50经常完成战斗执行的出动 跟踪监视某一个空域的态势 也经常参加各类的演习 2022年2月至今 乌克兰战争发生以后 预警机参加了保卫顿巴斯等地的作战行动 A50系统和其他设备一起 抱之战斗行动地幅上空 和其他空域的态势 保障战术航空兵的行动 搜索地面目标等等 出于保密的原因 预警机的背勤 执勤的所有细节都不得而知 但是机组和飞机 获得了俄军的高度评价 A50的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 能够远离基地在空中执勤几个小时 不间断地掌握跟踪空中的态势 机载雷达系统有实名操作员控制 保证在距离间接机300公里 轰炸机650公里外 发现对方的目标 探测大型地面目标距离 也达到了200到250公里 水面目标只要是在无线电 地平线以上都可以发现 机载雷达能够同时跟踪300个目标 引导俄军的兼击机 或者是给地面用户发送目标指示 2023年7月3日 在俄罗斯国防指挥中心 举行武装力量领导成员会议 讨论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 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更新装备的问题 其中就讨论了A50预警机的前景 国防部长上一股提到 国防部决心对A50预警机进行维修和升级 这将对部队的作战效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能够帮助他们完成所树立的任务 升级之后的预警机叫A50EU 其升级方案早已制定完毕 主要内容是使用先进的原件基础和技术 进行深度的升级 完全改进机载雷达系统 更换所有的主要部件 升级以后 减轻设备的总重量 释放空间 改进使用性能 主要技术和工作参数都有所提升 另外 A50EU通过释放之前设备所占据的空间 使飞行人员和其他的空情人员 拥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迄今为止 不少于一半的预警机 按照A50EU的项目进行了改进 除了升级先有的A50 俄罗斯也在加紧研制未来的预警机 代号A100的项目 早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启动 逐步的接近完成计划在2025年前量产服役 从总体布局来看 未来的A100与目前的A50很像 新的预警机也是基于1276运输机 但使用1276的最新型号1276MD-90A 为A100研制了新型的总理雷达 性能有比较大的提升 这是一种有源相克症雷达 雷达天线仍然位于机身上方旋转的整流罩里面 系统还包括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设备 处理或发送数据 俄国防部大力支持在空天军编程中发展预警机 这是经过了实战检验并证明是具有巨大作战效能的装备 近期中期国防部只打算通过A50-100家族发展预警机队 不排除未来基于更先进的飞机平台 研制全新的预警机型号 这意味着未来20到30年 俄罗斯空天军的装备和能力 仍然会保持在世界强谷空军之列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